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22日星期四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澳洲外交部長佩恩在昨天正式宣布 要廢除為省之前和中國所簽署的一帶一路協議 大陸的反應當然是非常強烈 他們說澳洲政府這樣做 就等同於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第二宗消息 中國近日向斯里蘭卡政府再次貸款5億美元 有日本媒體指稱 這次貸款背後隱藏一些交換條件 其中一項條件就是要允許大陸 在首都科倫波港的一個人工島上 建設金融樞紐 而這件事本身其實在當地 都具有相當大的爭議性 不少民眾都提出反對聲音 而在當地擁有非常大政治影響力的佛牙子主持 都出面反對這個項目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澳洲外交部長佩恩 他昨天是怎樣說的 佩恩說 聯邦政府將會撤銷維多利亞州和中國 所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 因為這兩項協議並不符合澳洲的外交政策 以及對澳洲的外交關係不利 當然這一項協議 其實在簽訂的時候 已經引來很大的迴響 這次工黨必須要面對民眾的問責 當初為何會簽訂這些協議 作為一個州政府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權限私底下 帶走去同一個外國簽訂協議 究竟這是否構成了權力上的僭越 在去年 澳洲國會通過了一條新的法例 賦予聯邦政府 去廢除那些不合乎澳洲利益的協議 所以現在佩恩 廢除這兩項為省所簽訂的協議 是有法理依據的 至於圍省那班工黨官員 其實都很應該出來向民眾交代一下 究竟當初他們簽訂這些協議 那個原意是什麼呢 因為這班傢伙 其實所說出來的言論 真的相當親中 比如說 圍省交通廳廳廳長艾倫 在圍省議會接受質詢的時候 經常迴避問題 今天有一次在議會帳目及評估委員會上 有議員質疑他 究竟 圍省政府是否試圖通過一帶一路計劃 向中國借款245億澳元 用作對抗疫情 這位艾倫當然迴避了問題 他哪敢回答 作為一個州政府 有沒有必要舉債245億澳元那麼多 折銷是一千四百七十幾億港幣 作為一個州政府 大舉地借錢 搞哪一科 當外國很多的聲音都質疑 究竟一帶一路 是否會令到部分國家 跌入債務陷阱的時候 圍省竟然想借這麼大筆錢 豈不是有機會自投羅網 當然 究竟他們借貸的額度是否這麼多 是未經證實的 只不過當時有些消息傳出了 所以有人質詢他 但是一聽到這個數字 也是很驚人 需要借千多億這麼多嗎 大哥 另外 這個維省的財政廳廳長巴拉斯 曾經說過 說中國禁止部分的澳洲肉商進口牛肉 就是聯邦政府中傷中國政府所導致的結果 那就是說 大陸對於澳洲採取貿易制裁的措施 這位巴拉斯反過來 是對於聯邦政府作出批評的 那麼他的做法算不算是blame the victim 怪責的受害者呢 因為他走去批評被制裁的對象 好了 隔早不久 中國又說要對於澳洲的大脈徵收80%的關稅 那麼這位巴拉斯又blame the victim 他就說 不欣賞澳洲政府面對著中國的處理方式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在維省的執政黨官員 很多都是有這種極度親中的傾向的 至於這次澳洲決定要廢除一帶一路協議 大陸的反應又如何呢 駐澳洲的大使館就說到了 說澳方此舉是針對中方的右一無理挑釁行徑 他再次表明了 澳方對改善中澳關係毫無誠意 勢必對雙邊關係造成進一步損害 亦都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個就是大陸的反應了 那麼實情究竟哪一個搬起石頭砸哪一個隻腳呢 大陸本身就說打算利用這個貿易戰 來對澳洲一連串的行徑作出懲罰 包括了的就是澳洲去年很堅持 要在世衛大會上對於病毒的起源作出調查 另外澳洲政府又多次就著香港、台灣和新疆的議題發聲 令到大陸要採取制裁措施 本身就想對澳洲作出一些懲戒 不過似乎這個如意算盤打不響 因為澳洲絕大部分的出口貨物 都已經找到新興的市場出售了 基本上除了少數的產品 譬如說葡萄酒 因為那個實在是太過高檔次了 其他的市場就沒那麼快消化得來 但是大部分澳洲的貨物都已經找到替代買家 大陸對澳洲的貿易制裁 某程度上來說就是加速了澳洲擺脫 對中國這個單一市場的貿易依賴 他們到處找一些新的買家 去消化他們的出口貨品 對於澳洲來說其實是一件好事 大陸搞一帶一路 無非都是想利用經濟的手段 來擴大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 本來澳洲強烈地依賴中國這個單一市場 就會使得中國能夠把握澳洲的貿易命脈 如果兩年之後澳洲大選又來一次政黨輪替 由工黨上台的話 到其時不用由維省去簽一帶一路 簡直由工黨領導的政府和中國簽都可以商量 現在就不是了 變成了在維省打開不了的缺口 還被人倒閉 而且又將澳洲的貿易越推越遠 市民在澳洲這麼多人對中國產生了戒心的情況下 就算下一次的大選結果如何也好 也不要說簽一帶一路協議這些問題 就算要埋桌和中國談經貿正常化 也相當困難 分分鐘還要給國內的民眾指罵 當然大陸肯不肯埋桌談又是另一回事 接著我們又看看另一宗消息 又是關於一帶一路的 這次說的是斯里蘭卡 日經亞洲評論報導 說在今年3月 斯里蘭卡的外匯儲備 已經跌至只有40億5千萬美元 是十幾年以來的最低值 而且外匯儲備的減少 導致當地的貨幣暴跌 要203的斯里蘭卡奴比 才能換到一美元 創下了歷史的新低 大陸的國家開發銀行 最近向斯里蘭卡提供了5億美元的貸款 就是斯里蘭卡在去年遭受到疫情衝擊的時候 向中國尋求的10億美元貸款的第二筆資金 即是之前已經批了一筆 現在就是批第二筆 談什麼呢? 借了5億這麼多 5、7、35 即是大概不到40億港幣 但是背後隱藏的條款 是相當辣的 當然這就是日經亞洲評論的報導 並不是白字黑字 在借貸文件上寫出來的 好了 究竟是談什麼的條款呢? 日經就說 這一份貸款協議 看起來就很簡單 設有10年的上環期限 和3年的寬限期 但是似乎中國已經從斯里蘭卡方面 獲得了非正式的保證 有兩件事 第一 就是斯里蘭卡會放棄 任何和中國重新談判 漢班托塔港99年遭約的計劃 第二 就是斯里蘭卡方面 會盡快通過一份有爭議的法案 這份法案就將會賦予中國 在科倫波港口有廣泛的權力 那麼這個項目 將會在科倫波沿海的一個人工島上 建設一個價值14億美元的金融樞紐 但是這一項法案 其實就遭到了當地很多人的反對 至少有19份的請願書 就提交到當地的最高法院 就是挑戰這一項法案的合憲性 提出請願書的人 就包括了有反對派的政客 斯里蘭卡律師協會 以及就是一些民間的組織 那麼這一班人就宣稱 這一項法案設立的港口城市委員會 就會有損斯里蘭卡的領土完整 以及主權 《日經亞洲》評論就說 這5億美元貸款背後 就隱藏著兩大條件 第一就是斯里蘭卡放棄談判 漢班托塔港99年遭若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3月尾的時候 《南華早報》有一篇報道說過 說斯里蘭卡方面想提出 要談談這個問題 99年遭若 因為現屆政府 在2019年上台 現任的總統 戈塔巴雅在上台的頭幾天 他就曾經公開跟媒體說過 說漢班托塔港的遭若 是斯里蘭卡前政府所做的交易 這是一項錯誤的交易 他將會和中國展開談判 去到去年10月的時候 這位戈塔巴雅總統 似乎轉了態 他說 有一些地緣政治家 將漢班托塔港項目 惡意解讀為中國 為了控制斯里蘭卡 所設下的債務陷政 他就鄭重聲明 這個並不屬實 斯里蘭卡將會以這個項目的 堅實發展來證明這一點 而他還強調 中國對斯里蘭卡基礎建設的發展 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就是擦鞋 這些說話 全部都是 他就擺明轉了台 先頭還說要談 然後又說不談 南華早報就說 可能也會談 但是這篇報道出了不久 斯里蘭卡的駐華大使 馬上出來反駁 說南華早報那篇報道是垃圾 說的不是真的 現在說大陸方面 已經向斯里蘭卡批出了5億美元的貸款 究竟為這些事件當中 有沒有一個因果關係 我不是專家委員會的專家 但是大家自有功倫 至於另一項的所謂隱藏條件 就是要在首都科倫波港的人工島上建設什麼東西 這件事在當地就惹來了很大的反對聲音 其中香火鼎盛和政治實力很大的佛牙子方丈 就走了出來力挺當地的民眾 向最高法院陳情 這位方丈都出面反對大陸的一帶一路工程 並且指控斯里蘭卡政府這樣做 就會令到國家的土地淪為了中國的殖民地 這位方丈就舉出了漢班托塔講的例子 為他的說法來助證 另外當地的司法部長 由於是反對中國取得科倫波港的工程 而遭到了霸絕 至於斯里蘭卡總統又如何呢 他就是大為震佬 致電給這位佛牙子的方丈 言語當中頗多恐嚇的話 另外總理派出了教育部長向方丈解釋 而總理本人也趕去佛牙子那處拜見方丈 想方丈收爹 因為他擁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 其實什麼為之對 什麼為之錯 就沒有一定的絕對 但是只看到當地民眾有這麼強烈的反彈 就知道這個項目是極度不受當地人的歡迎 但是我又覺得 這些人的反對有沒有效 有沒有力 未必有 你看看那個總統 在2019年剛剛上台的時候 他都說要重新談過那些事情 終於現在他又是 好像被收編了 總統都搞得定 根本上借貸只有五億美元 可能搞到最後 都是強權壓到一切的了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